最近有想买房的朋友 你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点 第一就是房子的状态 一般买房的首付35% 有的20%就行 但是有一些很老很破的房子 银行倒不会说不给你钱 但是会把房子的评估值降低 比如啊你offer上写的价格是100万 正常来说一般评估值都会是100万 甚至更高一点 但如果房子状态很差 评估值给你80万 你也别奇怪啊 不是你的房子不值100万 而是银行不想给你那么多贷款 就是变相的让您多支付首付 第二个产权是否清洗 加拿大跟中国不太一样 就是有没有抵押 有没有欠债 在加拿大不是太大问题 都会由您的律师来帮您搞定 这些反而在加拿大买房里 最不需要担心的问题 第三个 房子目前有没有出租 这点很关键 安省的出租法有多臭蛋 我想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买卖不破助力 我之前还特意做了一期视频 专门讲的是买房的时候 如何加一个清理租客的条款 如果房子里有租客 需要跟卖家提前协商好 让他们给您的时候 这个房子要是空的 您可别想着 因为多少便宜点钱 买回来再自己清理租客 一定要租客搬走 咱们再交房 其实也不晚 您别给自己找麻烦 第四个 您要买的房子 是否属于你期待的学区 咱加拿大的校区 基本几年就是变化一次 而且学校排名 几年也是一大变 一飞就遇到过 有个客人买房子 说本来觉得能上某某学校 买回来之后 才发现 学区只到马路对面 他们买的房子 其实不属于那个校区 你说其实这个也好办 只要用您的地址 查一下安省的教育局网站 看看您这个房子 是不是属于您期望的一个学区 也就行了 最好是如果您有时间 直接去当地的教育局问问 那得查询是最准的 第五个 卖家的贷款 是否拿到的discharge letter 这一点非常关键 目前一飞就亲身经历了几个交易 前一任房主 是没有到银行申请discharge letter 结果在交接的律师 咱们律师查的这个房子 依然有贷款 不清理那是不能交接的 建筑商那里买的新房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还遇到过建筑商 没做discharge的案例 几年之后 客人要卖房的时候才发现 虽然咱最后都顺利解决了 但咱们能在买房的时候 把问题解决掉 就别拖到房子 要交接卖的时候才发现 第六个 确定您买的房子 没有拖欠美水电信和地税 一飞这里建议您 一定要购买一份 Title Insurance Title Insurance 是可以选择性购买的 如果你是贷款 那银行会强制客人购买 这个没啥好说的 如果你全款买的话 那是你可买可不买 我给您讲一个 我亲身经历的事 当时我是全款买的一个房子 交接大半年了 说到政府发来之前 水费欠款的担子 前一阵房子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欠了2400多块钱 水费没交 律师建议我说先把钱付了 然后拿着账单 跟Title Insurance公司要赔偿 结果一周左右 人家就把钱给我寄回来 这个还是有保障的 您还觉得有哪些点 需要咱们多多关注呢 评论区咱们聊聊 我是一杯 你身边的地产经纪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